现在是在武林宏光的展台 在我后面的是一台武林宏光 比较具有概念的一台车型 叫做宏光侠 我们先看尾部的设计 它的尾部设计的话 我觉得是显得特别的方正 很有硬派越车的一个感觉 很有美系的一个全尺寸 HV的一个感觉 但这台车的一个尺寸的话 并不是特别大 我觉得侧面的一个尾部的设计的话 采用了一个贯穿式的一个尾的 但这个尾灯的话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贯穿 下面的尾灯的设计 也是特别的方正 而且车内的一个灯主的话 我觉得设计真的是特别的具有一个特殊感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殊 而且这个车标的话 也是武林的银标战略的一台车型 它并不是之前的一个车标了 其实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设计之下的话 我觉得这个车标看起来 整体的感觉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但我个人觉得 因为武林宏光 它的一个品牌的知名度 或者是品牌的印象已经深人心 如果说在这样的全新形象之后 它能把车标再改一改 我觉得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而侧面的设计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具有机械感 而且它的一个C柱到D柱的一个设计的话 也是很有一个美系的一个SUV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侧面的一个设计的话 我的颜值也是挺高的一台车型 特别的方正 而它的一个车头的设计 我觉得和车尾是有一个相呼应的 它的一个灯主的话 大灯也是采用了一个比较方形的设计 它也是采用了一个分体式大灯的一个设计 这样的一个风格的话 还是比较的宝骏 但我觉得它的这个颜值 其实比宝骏的一个设计 还会更加的突出一点 因为它的这个概念化的话 真的是太足了 而且是很有一个特殊感觉的 一个硬派越野车的一个感觉 如果武林能直接量产这台车 我觉得整体的一个销量 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营标的话 其实在车头看上去 我觉得会比车尾的一个效果 还会更好一点 而且它中网的一个设计 也是特别的特殊 和这个车标的话 还是有一个相呼应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从这台红光侠来看的话 我已经看到了武林蔚来车型的一个设计了 感谢观看